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市确定了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科高职录取控制分数限 即文科150分 立科150分 艺术类高职文科105分 艺术类高职理科105分 今年 本市高招专科录取 包括专科提前批 专科普通批两个批次 其中 专科提前批实行志愿优先 从高半到低半的顺序志愿投当方式 即先进行第一志愿录取 所有高校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 在对位完成计划高校 进行第二志愿投当录取 第一 第二志愿录取时间不重叠 专科普通批实行平行志愿投当方式 按照分数优先 遵循志愿的原则 对统一科类分数限上未被录取考商 二懂分语文 数学 万语三科 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进行一次性投当 每名考生投当时 根据考商所填报志愿高校专业顺序 投当到排序在前 为考成绩符合要求 且有计划余额的高校专业 分数相同的考商符合同一高校统一专业投当条件 且计划余额不足时 依次比较语文 数学文理 万语科目成绩 对单课成绩高校进行投当 直至完成该高校该专业招生计划 单课成绩均相同的同时投当 专科批次录取采取高会统招形式 及招生高校根据各专业培养需求 从会考被选科目中选定二门或三门确定成绩等级要求 会考被选科目为历史、政治、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通用技术等八门 考生会考成绩满足所报专业要求方能投到 考试院提醒 录取结束时 如高校计划会完成 将安排志愿征集 其中 专科提前批征集志愿 设置两个顺序志愿 每个志愿铁包一所高校 专科普通提征集志愿为平行志愿 设置十所志愿高校 每所高校设置一个志愿专业 副 北京高招专科录取日程 7月27日 至30日高支单招录取 7月27日 至31日专科提前批 录取8月1日 至3月专科普通提录取记者愿民